加州州长纽森近日宣布 45亿美元刺激经济的计划 以协助新冠疫情重创的小型企业及失业的民众 包括了各种救济金及税负减免优惠 但许多提案仍然需要州议会立法表决才能生效 这项提案还包括 发给低收入民众现金 购买零排放车辆 在加州各地设置更多充电站和燃料站 寻找与加州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相配合的刺激经济方案 加州经济举世闻名是因为我们的创新 包容与恢复力 这种精神将带领我们度过这次疫情 迈向未来 纽森发表书面声明说 这些预算提案反映我们对公平 广泛复苏的承诺 确保加州仍然是创业及企业成长的最佳场所 也是所有加州民众梦想成真的机会之地 纽森的部分计划是以去年工作成果为基础 以及新税收预算案 纽森提供的计划概述并未具体说明 哪些方案会在短期内授权推动 传统上 州运算在6月30日达成最终协议之前 会在整个冬季与春季会期进行讨论 纽森的刺激经济计划包括 补贴小型企业的5.75亿美元 为疫情重创的加州小型企业 提供最高2.5万美元的补助 这项计划已经在11月启动 补助金优先发给经济迟缓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及产业 以及服务低收入社区的企业 部分补助金将特别保留给小型美术馆及一郎 州长也要求州议员通过7.775亿美元的加州就业方案 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这笔钱将涵盖雇佣新员工或雇回资遣救员工的企业税负优惠 以及部分制造设备的销售税减免 经济刺激法案的环保元素引起特别注意 州长提出15亿美元计划 刺激干净能源汽车的购买 以及在加州各地新建充电站及燃料站 文件指出 购车补助将透过州与地方空气品质管理局现有的干净能源计划提供 包括符合低收入资格的加州民众 可获得最高9500美元的全新或二手的油电混合车 电动车或燃料电池电动车补助 中天中旺整理报道